最近我看到一条国外的美食视频 标题叫 新式中国绝招 这么好吃 你在商店肯定买不到 播放量有800多万 10万点赞 哎 中国绝招 我就是中国人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绝招呢 我们来看国外网友的评论 中国人对这种做法 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 表示非常之惊讶 顺便把菜谱也记了下来 居然还有3000多点赞 瞧不起谁呢 少见多怪 今天你中国哥就做一个给你看看 我也来个10万点赞 岂不美哉 准备750克通用面粉 和300克无盐黄油 拿一个刨丝器 把黄油沾面粉擦成丝 然后一直揉缩到面粉吃进黄油 变成这种粉渣的感觉就行了 1比1的原味酸奶和淡奶油 搅拌在一起 室温3个小时 你就能得到一份自制的酸奶油 准备200克酸奶油 加1茶匙盐和1.5茶匙泡打粉 搅拌到发泡 准备3个鸡蛋 但是单独取出一个蛋黄 等一下再用 接下来把黄油面粉 鸡蛋和泡打酸奶油 和成面团 我这里用的是揉面机 2档5分钟 面团揉成球 盖起来 醒发1个小时 紫皮洋葱2个 白洋葱1个 紫皮的切成洋葱末 白洋葱切成丁 原视频用的是肉馅 但是抖抖抖抖 羊腿肉切丁 肥瘦搭配 风味更足 口感也更丰富 黑胡椒 香菜籽自然粒 就这三个镜头 拍了一个小时 小伙伴们给个三连 回回鞋好吗 调味的方式 加上开头原视频的音乐 浓浓的西域风情 大家能猜出 到底是到什么菜吗 答案等一下揭晓 还有个大面团要处理 先把醒好的面 平均分成两份 其中一份 擀成一张 跟烤盘差不多的面皮 厚度三毫米吧 太薄的话 我觉得容易破掉 烤盘里铺上烘焙纸 再把刚才的面皮 平单在上面 像原视频那样 把肉馅装进一个小碗里 装满肉馅的小碗 倒扣在面皮上 肉馅我一共分成了九份 刚好装满了一个 60升烤箱的烤盘 另外一半面团 也擀成相同大小的面皮 铺在刚才的肉馅上面 再按照肉馅的形状 把中间的空隙压实 里面的空气要尽量排空 我这里操作的就不太好 导致后面的成品 稍微有一点鼓包 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注意一下就行 留下备用的蛋黄 加一茶匙牛奶打匀 接下来就是烘焙常用流程了 把蛋液刷在面皮上 撒上一些白芝麻 原视频里说 烤箱180度 30到35分钟 我觉得我这个烤箱 35分钟还是太长了 20到25分钟应该更好 每个烤箱都不太一样 大家最好还是根据面皮的颜色 控制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弹幕打出来告诉我 这个800万播放量的 所谓中国的菜股是什么东西 三二一 没错 这不就是一个家庭版的烤包子吗 酥皮的这种烤包子 香 香还是挺香的 刚才烤出来味道不错 我们现在尝一下 好吃 这跟我们平时能吃到的烤包子 不太一样的 它这是一个酥皮 就是一个油皮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 它应该说是比较软 就是它上面这层皮是脆的 然后整体吃出来是比较软 沙沙糯糯的这种感觉 然后配羊肉也是挺不错的 像这种方式的话 我觉得大家分享也比较方便 像烤包子你要一个一个的包 这样的话 你就只需要中间拿刀 写一点像披萨的那个感觉 所以像我外面也可以在家试一试 这个毕竟是外网800万播放的菜谱 我觉得挺夸张的 做起来真的很简单 我这视频也有800万播放就好了 同志们点赞 赞联帮我支持一下 看咱们别800万能80万就行 要求不高 同志们 那行 那这期就这样 真的推荐大家在家里试一下 行 那咱们这期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